爱上了夏宇峰 你还是我老公 我呢 也算漂亮不然 自从我跟夏宇峰在一起之后 老是有人给我吹耳朴风 说他的妻子 又还要漂亮 其实我不算什么 在夏宇峰心里 还有一种更漂亮的女人 什么 比你说我还要漂亮的女人 那 夏宇峰的白月光 夏宇峰的 他可是搜索女生 我这个 我不信 我不信 不是你不信 我明天带你去看 他们 他们今天就在这个酒店与会 你早就知道 为什么要忍耐 为了孩子 而且我婆婆对我也很好 他们在一起多久 三 所以说 你说你是小三 不咋个人认识 你 你是谁 放心 不杀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 我想 你 你 你 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看我干什么 果不起人 你虽然算不上什么薄色天资 但也的确是我 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你的漫长怎么回事 可我也真的很想杀了你 可我也怕死 万一我被怕死 就完了 我给你无畏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的确很漂亮 妹妹 你长得也不愁 女人可可为男女人 我真的很不喜欢你 因为我爱上了夏 你爱上我老公 我爱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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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ine 末 你们想我 讲我天天都想你 他里面 缺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 云儿孟元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我自己的老师 放心你偷心 不许我们来河边搜搜 莫远 你什么时候不嫁什么 回家 我其实早就知道你在这 可是为了孩子我忍了 今天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林小姐 我并不是第三者 我和夏雨峰十年前就做同学 现在我回国了 照你这么说 我才是第三者 你们才是合法夫妻 拿出你们的结婚证来呀 没有 我有 这是我和夏雨峰的权利 我们才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 哎孟元她是你闺蜜 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夏雨峰 你说好快和我医生医生在一起 你当初的誓言呢 你是这个意思 你还有脸说 我们结婚这几年你究竟有多少钱 你要是不想过了我们就去离婚啊 走离婚 你不想过了我们就去离婚啊 走离婚啊走离婚 你你是个渣男 渣男 我只知道你只有一个妻子 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女人 你不是说你结婚后不幸福 你只有我吗 你听我说 说什么 离婚后孩子我带走 不要你都不要费 离婚 我们不能离婚 你还是公司的股东 你的公司 我占有50%的股份 离婚后我会把股份卖掉 带着孩子不开 孟元 公司刚刚进去的股公司没钱 我没钱买你的股权 你买不起我给别人 总有人对天红公司的股份感兴趣 你把股权给别人 我爱什么话语权 那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 女儿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 我是有家事的人 我不知道还有他 这样吧 孟元死了之后 我会对你们俩一视同仁 你说什么呢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把他推到河里去 以后 咱们三个人有责同响 有难同胆 你们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 放开我 孟元 你放心 等你死了之后 我会好好对咱们的孩子 你们放开我 夏宇峰 你要是这样做我 孟元不能放开你 啊 孟元不能放开你 啊 啊 孟元 孟元 感谢你们啊 孟元 孟元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好啊 有什么不好啊 你想想看 如果他不死至离婚的话 他会分送我大半财产呢 啊 我怕啊 你说 他的鬼红会不会来找我们 哦 别怕 人死不能复生 那都是迷信 大不了 后两天我发个通知 我说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走失了 啊 孟元 真有你的 以后咱们三个人 过幸福的日子了 你们俩放心吧 这条河里很多暗道上不来的 哎我好像看到后面有人在动 哪啊 我骗你们了呢 都这个时刻别开玩笑 你以后真的会对我好吗 什么脸啊 都是我的真爱 风哥哥 你可一定要对我好 我当时对他出了很大的力气 当然了 啊 以后我的房产车厂公司股票 都是你们的 啊 啊 我 我 rocena Jeżeli 叶叔 孟月 你怎么搞成这样 还不是你跟夏宇风海的 我道歉劝你 离开他 你呀 和你憋一样一句 就是不停 我离不开两个孩子 那以后你想怎么办 帮我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我要去诊 从今天起 我问你 是你的女儿 叶叔头 好 夏宇风 我回来了 从今天起 我的名字叫叶叔头 记着 我一定会把我的一切都要给 你好 请问你叫谁 阿姨你好 我叫叶叔头 我是来应聘的家庭教师 你就是叶叔头是吧 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嘿嘿好不好玩啊 嘿 哎妈 这是我请的家庭教师 哎小康小剑快过来 哎叫叶老师好叶老师好 你们就是小康小剑啊 我叫叶叔头 以后你们就可以叫我叶老师 叶老师 这个女人好漂亮啊 夏宇风 我回来了 等着接受上天的惩罚吧 叶老师 好兴致 没有打扰到您吧 我在国外就养生了习惯 每天晚上不喝一杯红酒 就睡不着觉了 咱们家没有规定老师不能喝酒吧 没有 怎么可能 夏先生 您太太呢 啊 叶老师 不瞒您说 其实 半年前我们家公司经营出了一些问题 我妻子患上很严重的抑郁症 也怪我 没把她照顾好 有一天她离家出走 直到现在 我还没找到她 啊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提起了您的伤心事了 没事的没事的 小康小康你怎么了 没事的没事的 他怎么了 叶老师 小康又做噩梦了 自从妈妈走了以后 他总是这样 叶老师 你身上怎么有妈妈的味道 妈妈 小康小剑 好了赶紧睡觉吧 啊 好了好了 快睡觉吧你妈 明天还要上学呢 三丽师姐 那个孩子们是太久没有见着妈妈了 家里又没有这个年龄的女性来陪伴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讲 也是很正常的 不对就是妈妈的味道 快睡吧快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三丽师姐 我曾用心底来爱着你 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 我曾用心底来爱着你 无数次在梦中 与你 相遇 进行之后 你到底在哪里 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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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媳妇的影子 那是举题是哪儿吧 你说不出来 你儿媳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那死儿子 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长得那么漂亮个儿媳妇 贤惠能干 家里家外都搞得清清楚楚 可是 他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两年 他们的感情好像出了点问题 但是在出事的前两天 我们还在聊天 而舍不太孩子 所以 他们的婚姻就一直这样对付着 妈 你们在聊什么呀 没什么 我该教孩子起床上学了 你们聊吧 看来叶老师 对我们的家是能感兴趣的 啊不是 我和夏太太无意间了解 当然作为小可小见的家庭教师 他们的心理成长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对您的家庭环境多了解 也是正常的 你要是需要写准建议的话 我可以反对这个 我不是记忆 只不过 叶老师 咱们之前见过面吗 应该没有吧 我从小在国外长大 我父母去世前 倒是挺希望我回国看看的 我正好在中介机构 我看见你们家 在找家庭教师 我就来应聘了 那应该是我们见过 只不过 我真的觉得叶老师 和我的那位故人 长得很像 啊是吗 那您可以介绍给我呗 我第一次回国 身边也没有朋友 说不定 我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呢 行啊 有机会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叶老师 以后家里有任何情况 随时跟我说 谢谢夏先生的关照 小可小剑 该上学了 叶老师 我先走了 下一天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您家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就不能来了 听说你家里来了一个漂亮的家庭 女教师 你这是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我说八道些什么呀 这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苏孟元那个婊子 该死已经死的够彻底了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能就到你家里去呢 还是在等等 告诉你娘娘 现在我妈和我两个儿子暂时接受不了 借口还真不少 夏宇峰 你可别忘了 当初那件事情 是我们三个一起做的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事 你也逃不了责任的 咱们说好不提这件事 你以为我们愿意提起那件事情吗 这半年 你承诺过每一件事情 你有做到过吗 我们怎么能不着急 嗨 那好了 小伙伴 别生气了 怎么可能 我是那种人吗 你们也知道我妈那个脾气 比较宁 那现在心心念念那个苏孟元 我觉得咱们还是得做好 铺垫才行 记住啊 我们可是一条神圣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别说这种话 伤感情 那好啊 今天晚上带我们两个回家吃饭 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一个家庭教师 女孩你说什么呢 夏宇峰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奶奶我们回来了 奶奶出去看朋友了 叶老师好 你们过来老师看看你们 叶老师我叫你妈妈好不好 我看会不会这样叶老师就是叶老师 妈妈会回来的 可我现在就想叫妈妈 妈妈走了以后爸爸经常不回家 同学们都是我妈妈死了 可是我不相信 我们真的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了吗 不会的 就算妈妈不回来 叶老师也会爱着你们的 如果妈妈不回来 你可以和我爸爸结婚吗 如果妈妈不回来 你可以和我爸爸结婚吗 为什么呢 叶老师 我知道小康 我知道小康为什么这样 自从爸爸带了那两个坏女人 他们总是想做我们的妈妈 只要爸爸奶奶一不在 他们就欺负我们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相信我呢 你和他们不一样 你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小剑 你怎么想呢 叶老师 如果我们的妈妈不回来 我们真的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世上只要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乖宝 离开妈妈的怀宝 幸福是不得了 大媳妇 老师不会让你们没有妈妈的 你哭了 妈妈的孩子 小剑小康 叫什么呀 哟 还真是厉害 才来了一天 就把两个小孩子给搞定 还真是纠战雀巢 儿 说什么呢你 我看云儿说的没错啊 不知道是这个女人别有用心 还是你下一封特意安排的 不要胡说 叶老师是我妈从国外请回来的家庭教职 叶老师 这两位是我朋友 林允儿和蔡芬芬 我看啊 她又不是给你妈找的媳妇吧 你们在说什么呢 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没有我的允许 这两个女人 不能进我们家的门 妈 这客人在哪 客人 这一方 你在想什么 也有我不知道 啊 这外人在 你少说两句信心 外人 是外人 孟元现在还没找到 两个孩子需要妈妈 你却天天想着 这两个女人进门 笑语哥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我安什么心啊 我也是为两个孩子找想 你孟元现在这种情况 身子未谱 我不要这两个块 你让到我妈妈 阿姨怎么能是坏你啊 你就是你就是 我们要自己的妈妈 你们这两个小东西 真没教养 我都买了多少礼物给你 这谁没教养呢 你们这两个女人给我滚出去 我们下下不欢迎你们 来者这是客妈 你少说两句嘛 下一步给我听好了 你想他们两个进这个家门 是绝对不可能 除非我死了 妈 怎么着 要不我带着两个孩子走 我这留给你 还这两个女人 有的人还挺有本事的 这才来第一天 就有人护着了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哎哎 妈 妈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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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师 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先笑吧 是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出现 让你们家 其实你看到的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和那两个女人 没有任何关系 自从我妻子失踪之后 她们就一直在纠缠我 夏宇峰啊夏宇峰 我一直知道你是个渣男 没想到你能渣到这个地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 我现在就想转身就走 夏先生 您不用那么客气 我只是个家庭教师 您的感情是您的姿势 我不会介入的 您放心 我会认真带好 您的两个孩子的 毕老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我第一次见到你 也对你心动不行 我今天晚上特意在这等你 我不知道 咱们俩也没有记忆 夏先生 请您自重 您现在还是有婚约在身的 可是 孩子们需要母亲 而且我的妻子 我确实已经失踪了 您的太太只是失踪 按照法律 您还要三年才能解除婚约 对不起啊 叶老师 是我唐哥了 时间不早了 夏先生 早点休息 我也休息 那人 我就喜欢你的了 总有一天 你会得到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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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妈妈妈 我是小康 你别走啊 如果受不着就陪我聊会儿天吧 没事我也是半夜醒了 您睡着 这两天在我们家还是呢 挺好的 两个孩子也挺乖的 你觉得我们家奇怪吗 还好 我觉得我好像欺负我 我不是失踪了 是被人杀了 凶手就是我 凶手就是我儿子 您开玩笑吧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您可是他的母亲啊 其实 我的后悔把他生下来 不好意思啊 失态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你的脸 你就觉得我儿媳妇回来了 我和他像吗 我想 一点都不像 可就是 难道我被看出什么来了吗 不会的 应该不会的 其实 白天家里也没什么事情 来这么多去上学了 你可以出去走走 也可以去找个清闲的工作 适应一下国内的生活 这也不太好吧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孩子们 找家庭教师吗 给他们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你们有钱人家的小孩 将来不都是要出国的吗 这只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 我想给孩子们找个陪伴 我年纪大了 孩子没有母亲 已经有那样 他们会去甩了 所以 我就想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 陪伴他们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从中介公司 给我提供的答案 你一眼就看中了你 那你说 你和孟元的生活经历 没有任何相似的人 但是 我就能从你的身上 找到他的影子 所以 你 没关系 孩子们和我也挺亲近的 就算我是个替代皮 但是能让他们快乐的成长 我也是很开心的 你干嘛要与我来这个鬼的 我不想别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 就会联想到我是苏沐云 我让你在国外好好待着 我挣的钱够贪亮话的 你为什么要回来 而且你直接进了夏家 我不会放过夏玉峰的 知道 他就是一个疯子 我怕他一旦发现你的身份 还会再害你一次的 我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的 放心吧叶叔 你让我联络的人 我也联络好 谢谢叶叔 夏玉峰拿不到我的整案协议 拿不到我的授权 他就控制不了公司 他一定会转业资产 所以说 这方面你帮我多留一点 好的 谁让你进来的 你怎么会有这份文件 我正在苏沐云出国留学的时候 和他成为闺蜜的 三四年前 他发现夏玉峰有何外情 他担心出问题 所以就给了我这份证据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就你这智商 你以为我会把正本给你看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有很多副本 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原来你来这里的目的 不是做价格老师 你是来 找出苏沐云的 你怎么知道苏沐云死了 这里我真是手脏极限 就这么一炸弧全书 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可你这么一说 就算你拿着苏沐云的授权书 那又怎么样 公司还在夏宇分手里 你也只是一个补动 公司的最后决定权 还都在夏宇分手上 而且 他还爱着我 你相信夏宇分 他现在可以对苏沐云这样 没准每天玩艳的你 可以对你这样 不可能的 有什么不可能 苏沐云消失半年了 可这半年来 你是得到了他的人 还是他的财产 至今为止你连他家的门都进不了 你真的以为他们家是叶钦池说了算 夏家的财产不是靠记者的 叶钦池他总又不要夏宇分 他不过就是夏宇分的一个借口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没有什么 只是觉得你有点可疑 那你想要怎么做 我想进公司 多赚点钱 不是一个有授权书的 可是我一旦拿出这个授权书 夏宇分就会防止我 所以呢 那我有什么好处 女人呢 总是要被自己的后半辈子考虑 将来我搞到的钱分你一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叶老师 请坐 我听说 你今天下午去我公司了 是的 谢谢 我和夏大太聊天 她是使我都出去走走 白天小花和小剑不在家的时候呢 让我去找人工作 但是我怕其他工作 会影响到小花和小剑 所以我就决定去您的公司 是什么 这样我请假也方便一点 这些都是小问题 到时候我安排 对了 叶老师 明天帮我 你有时间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以示感谢 说什么感谢呢 这个都是我的本职工作 哎 这不一样 自从孟原失踪以后 小康小剑 从来没这么快乐 嗯 而你的到来 他们完全不一样了 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夏先生 明天咱们博尔多餐厅 不见不散 我还有点事 明天休息吧 我的小姑奶奶 你又怎么了 夏雨凤 我发现你越来越过分了 我过分 我哪过分了 你是不是又想追叶树童那个女人 怎么可能 哼 每天回家见还不够 还把她搞了公司来 就你那点套路 我能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你可别冤枉我了 你不信可以问雨文 是这个叶树童 她主动要来公司上班的 和我没关系 我劝你啊 还是自觉一点 过去的事情 我们三个 十个套路 你怎么老提这件事啊 哎 不过有一件事我很奇怪 什么事啊 那个叫叶树童的 一直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不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记得 苏孟元有一个妹妹 叫什么 呃 苏孟辰 那你说这个叫叶树童呢 会不就是苏孟辰 苏孟辰我倒不是很熟悉 我只记得她在深圳工作 我结婚的时候 她来过一次熟悉 那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有 我有她的电话 那你给她打电话 如果苏孟辰来的话 那就证明叶树童 她不是苏孟辰 如果她不来 那这里面的问题就大了 谢谢夏先生 请我在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 丁小姐 你客气了 丁小姐 其实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是喜欢上你的 夏先生 不要说这样的话 你太太现在只是失踪 而且你身边还有两位红颜知己 她们两个不过是一厢情愿吧 那你太太呢 我听夏太太说 你的太太是个很美 而且直书达理的人 你太太说 你太太是个很美 你太太说 你太太是个很美 而且直书达理的人 是个乡门的小姐 我太太半年前就失踪了 而且她失踪之前 有很严重的病 没准她哪天回来了呢 其实我们全家人都知道 她这个病情 生患的可能性明显 而且叶小姐 我的两个儿子 想见一下 不行 这个话题 我们以后再说吧 行 莫远 结婚都不告诉我 你也太不好意思 你还说我 你在国外 动一个国家 新一个国家 我都联络不到你 我怎么通知你呢 对了 你老公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我老公是个很帅很体贴的人 那你把她介绍给我 你就不怕我抢了去 怎么会呢 我才不信你芬芬是这样的人 老婆 老公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老公夏宇峰 这是我最好的闺蜜 蔡芬芬 好 你好吗 你好 蔡芬芬 老婆 走吧 走吧 叶小姐 我刚吃完饭啊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妻子的妹妹 苏梦辰 这是你两个侄子的家庭教室 刚从美国回来的叶书童 你好 叶小姐 不是说了吗 这些交给佣人做就好了 没事 事件的事 简单了你 以后我就经常住这里了 到时候我帮你一起 叶小姐 是这样的 孟晨刚从深圳辞职 来到荣城 他没地方住 就暂时住家里了 走吧 我带你参观一下 小姨你怎么来了 小姨过来 小姨以后啊就经常住这里了 到时候带大家一起玩好不好 太好了 走 走 走 是 墨陈 我说你这个人和你姐一样 做事雷厉风行 一给你打电话 你就马上辞职过来 招呼爷会打 姐夫 我心里里有个秘密 一直想告诉你 秘密 你直说呗 我是你姐夫 我喜欢你 姐夫 我心里里有个秘密 一直想告诉你 秘密 你直说呗 我是你姐夫 我喜欢你 我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什么 只可惜你是我的姐夫 所以我只好把这种感觉藏在心底了 我姐失踪以后 我就一直想到你身边来 只可惜 我鼓不起那个勇气 直到你昨天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如果我再不勇敢一点 我就要失去你了 一两千 没事吧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们二位了 手滑了不小心把杯子打 手没扎伤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去拿扫把打伞一下 我去这样用人来打伞 没事 好 我心中打扰你们二位了 我先走些消息 好 姐夫 我怎么感觉他今天怪怪的 凤枝 你记住我是你姐夫 咱们俩不可 你是我姐夫怎么了 反正我姐都已经不在了 以后别说这种疯话了 你今天周车劳动很辛苦 早点休息 好 好 小夫 怎么了 你干嘛去 这个点上班去 我也要去 你去干什么 我姐的公司 我为什么不能去 妈上班去了 阿姨 你说一模两包 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这个傻丫头 怎么会这样 我得想办法劝她一下 不然就万姐不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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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夏雨风 虽然把女人都带到办公室里来了 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嘻 雨丰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解释什么 你们俩谁啊 对我的雨丰动手动手 你又是谁 我你都不认识 我可是这家公司的4分之1股东 不用 夏雨丰 这才两天不见 公司的股份都分出去了 你是不是希望 我们把那事说出去 哟 夏雨风 这才两天不见 公司的股份都分出去了 你是不是希望 我们把那件事说出去 行了 你别胡闹 难道不是吗 我姐要是不在了 我可是她的唯一合法机群人 所以这家公司 也有我25%的股份 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这是苏孟元的妹妹苏孟臣 这是孟元的闺蜜蔡芬芬 这位是公司的设计总监林云 还有你啊夏雨风 下次不要老是叫我苏孟英 我是苏孟臣 这次来就找她追你 春芬 听我解释 那我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啊 是你让我给她打电话 我没想到她一来她就不走了 还当着我家人的面说爱我 我没办法呀 啊这不正好吗 你不就喜欢念话惹草的吗 人家都主动说上门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人啊比较好说话 小心林云儿把你给撕了 那小娘们的性格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帮我声说好话 知道怎么 林云儿都站住 你什么意思 不要对我大喊大叫的 我是公司的合作设计师 又不是你的员工 你和夏雨风什么关系 你管得着吗 就算是你姐在 那也管不着 我姐就是你害的吧 我姐就是你害的吧 又害你 神经病不想在这给你废话 不是他 难道是蔡芬芬 要不然就是叶书桶 下一个叶书桶 是 小服男资格 小服产 小服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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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伤功 Entre打执計 挺有兴趣 一个人逛街 怎么下雨风没陪你一起 你这话什么意思 装 你还装 你到底什么意思 表面上装得多么纯洁 温柔体贴 废地里又和夏雨风搞得那么轻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和夏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果然是个心机表啊 苏小姐 请你放尊重点 不要胡说八道 难道不是吗 你费尽心思 住进了夏家 现在又和我两个外婶 关系搞得不错吗 我是他们的家庭教室 和他们关系好一点 不应该吗 关系好 好到已经提前叫着妈妈了 是孩子们自己要教的 我已经劝过几次了 看来你为了下台这个位置 还真是没少花心思 苏小姐 我再次郑重地告诉你 我和夏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编 你继续编 我看我姐的死 就是你害的吧 这个傻丫头 原来不是真的爱上了夏雨风 是过来调查我的死因 就你这智商 迟早把病信进去 不行 不得让我相信 不要假装这种夏雨风 然后还直接赢给你 说啊 不说了 难道被我说的 无聊 今天被你猜到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夏雨风 并且我也在勾引操 叶叔 给我小心一点 盯上你 别让我抓到你 叶叔 今天收获不少吗 那是当然 你要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 你让我查到夏雨风转移公司资产的所有证据 也都在这里 谢谢叶叔 收手吧 你看我都够了 我现在还不能收手 夏雨风把苏红纯绞进来 什么 我再帮你吃一碗 啊不用了我吃饱了 那路上吃不容易请 你们慢慢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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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吗 他到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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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妹妹 只有这个样子让你远离下一封 你才能安全 难道我的魅力终于发出作用了吗 嗯 这花不是给你的 孟臣 我希望你搞清楚 我只是把你当妹妹 我们俩 永远不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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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花 所以就随便买的 嗯 阿姨 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自己的位置 你只是小康小剑的家庭教师 不要像一些狐狸精一样 来勾引我儿子 我儿媳妇的位置 永远都是给孟原留着的 嗯 怎么又是你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吧 我查了场景的名校校有录 里面并没有一个人叫叶书童 而且我也托朋友的关系 而且我也托朋友的关系查了 落实的华裔家庭记录 也没有人叫叶书童 我查到唯一关于叶书童的记录 就是一个月前 从美国飞回来的机票记录 你查我 你到底是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秘密 你来夏家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我不会伤害小贱小康的 也不会伤害你 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劝你早点回深圳去 夏家的水太深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得不到全部的天红公司 夏宇峰开始转移自财 哟 没当上老板娘 就已经开始查账了 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冰儿 这里是上班的地方 书童 上面到外面聊一聊吗 好啊 这里没有人 有什么话你们快说吧 你最近好像和宇峰走得很近 是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你知道我们为了宇峰付出了多少代价 关我什么事 追求夏宇峰是我的自由 如果我成功了 只能说明我有这个本事 当然 我知道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触犯到了我们的利益 后果你自己小心 好 咱们试试 你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别以为我没听见 叶书彤刚走 我希望你们俩不要伤害他 现在我们家那个老家伙很喜欢叶书彤 如果他在老家伙面前没言几句 你们俩才想听我们家家呢 那就干了 我看你是因为那狐狸精一住眼子吧 我看你是吃醋吃过头了吧 我觉得不只是吃醋的 从见他第一面开始 我总觉得特别熟悉 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人 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人 你倒是说呀 不怕说一半 手指敲键盘 断屁 摸凶丝 血皮 手指敲桌面 摸胸前的视频 我们两个在打什么哑泥 倒是快点说呀 孙孟元 我们说他是孙孟元 不能吧 一点都不像 一个人的习惯 会这么轻易改变的 那万一不是呢 就算万一不是 难道他不是竞争对手吗 触犯到我的历里 那只有一个字 苏小姐这么着急都找我过来 又有什么指教 苏小姐这么盯着人看 似乎有些不太礼貌吧 苏孟元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苏小姐你在说什么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还要去给小柯和小姐 买辅导材料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可是你妹妹吗 我是你的妹妹 我们在一起生活二十几年 你的那些动作 眼神细节 都是瞒不了我的 就比如说 你现在紧张的时候 你会用手敲桌子 好比现在 一两个小动作 说明不了什么 每个人的小动作都很像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下一封 你给我过来 顾奶奶 又怎么了 有些事情 是时候该说清楚了 你想说什么 说 你不是苏孟元 是苏孟元 一群 又一群 左一群 又一群 又一群 怎么就你们两个 奶奶呢 奶奶说 今天晚上和朋友打麻将 不回来了 那你小姨呢 小姨和爸爸一起出去了 出去了 他们去干什么了 不知道 反正小姨今天很奇怪 她怎么了 今天穿着和妈妈一样的衣服 梳着和妈妈一样的头 她在模仿我 她想干嘛 小姨临走前 还让我们听你和奶奶的话 好我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你快去休息吧 乖 她在模仿我 想救我 沐云 好久不见了 你说你 好多 非要跑出来 不怕死 我要回来报复你 我是不会让你和那两个女人好过的 报复我 哈哈哈哈 报复我 简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我说你们女人的智商真是甘忧 你偷偷报复我不就成了吗 非要暴露自己 啊 主要让你知道你到底死在谁手里 那现在呢 我死了吗 啊 蠢女人 你已经死在我手上里死了 你应该知足了 你不得好死 哎呀 我硬说 这坏人的命通常是很沉 而且这次 我不会让你死的这么多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上次 死了太多了 这公司的文件授权都没签 真死 你 你签了 咱们再死好吗 你想的美 想的美 没关系 你不签得我 我每个五分钟 就在你漂亮的小眼镜上 滑一刀啊 那你是些痛苦 而是些生不辛苦 哎呀从哪儿下水呢 你签 啊 你签 姐 你个傻丫头 你抽什么大头啊 他们三个发现你身份被我偷听到了 所以我才假扮你的 说自己走容成书忘成的模样 回来报复他 你觉得他们能信 我觉得他应该是相信了吧 他刚才还想找我拿要那个授权书呢 怎么办 现在 来杀了他 杀了他 他便宜他 你呀 把我的计划全给打了 我在这前面他身边 第一是要默契资金的走向保住公司 第二是要把它给处理掉 但是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 因为 担心小康和小剑 那现在怎么办 我还有办法 我还有办法 你先回身边把这个 用纸 谢谢观看 放心吧 交给我来处理 你说雨峰打电话告诉你 苏孟晨就是苏孟源 雨峰就在电话里这么跟我说的 这件事总觉得不对 就你这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女人 能觉得哪里有问题 我用下半身思考 你是用脑袋思考的 林云啊 我告诉你 你可别太过分 要不是为了下降那点钱 谁愿意和你同时一分 话终于说出来了 别告诉我 你和性下的是真爱啊 但问题是 苏孟晨到底是不是苏孟源 那叶书彤 为什么会有苏孟源的授权书 授权书 什么授权书 叶书彤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就给了我一份授权书 上面写着 如果苏孟源失踪或死亡 就由叶书彤 带着他在天红的补分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们中计了 书彤 把这颗安眠药纸了 把刚刚的事情忘记 岳老师 怎么是你呢 夏先生 你醒了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我回忆中发现 那个苏小姐以后 她同伙要谋害你 所以我就救了你 但她同伙跑掉了 我也失手 杀了那个苏小姐 你为什么要嫌我呀 你为什么要嫌我呀 如果我说我喜欢你 你信吗 雨风 我没有退路了 你不会不要我吧 来 雨风 傻瓜 你都为我付出这么多了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可是 可是那个黎韵儿和蔡芬芬什么的 我信了 交给我们的处理 哎 树桐 把这个安眠药吃了 把刚刚的事情忘记 睡个好觉 有什么事记得叫我 我来 快睡吧 快 我才找你报仇了 你不要杀我 我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杀 这都是夏宇峰 这都是夏宇峰设计好的 是他让我把你演到河边的 他为什么要杀我 我不知道 这跟我没有关系 是他非要把我三个绑在一起 那天的事 是我和蔡芬芬动的手 所以我们 你们三个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你说什么 女儿她疯了 没错 而且她疯了还很蹊跷 就在她告诉我 叶书童有一份苏孟芸的授权书之后 她就疯了 授权书 什么授权书 就是替苏孟芸带吃股份的授权书啊 我怀疑 林女儿的疯 肯定和叶书童有关 这不可能 你不会是被她给迷住了吧 我告诉你 昨天是我给她下的药 她怎么会有机会 害羽儿 那 这事是怎么可能的 这样 你先回去 我想办法来处理 哼哼 我们这泥沉泥也不远 怎么就那么招呼你呢 妈 你不要话里有话行吗 你妈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不知道 我爷爷容不下一粒沙子 你们俩 都好自为之吧 你别往心里去了 我妈就是这个 要不是婆婆 我都不知道这场戏该怎么演的 没事 我想夏太太以后会很快接受我的 雨风你明天还要上班吧 早点休息 行你也早点休息 下一个是蔡芬芬 最后我再收拾你 你约我做什么 我们两个好像不应该有什么交集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是 苏孟元 你都知道了干嘛还约我 我想让你放过我 放过你 你抢我老公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 你推我下河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 你没有证据 证据 你以为我回来这么久的目的是干什么 收集你勾引下雨风的证 你们三个转移我公司资产的证据 还有你谋杀我的证据 谋杀你 不可能有证据 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你想不想知道您有儿风之前跟我说了些什么 你还是这个样子 我怎么样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我有的一直都跟你分享 可你呢 从小到大 我都比不过你 我长得没有你好看 我书读了没你好 就算身边人生 也都只是追你 没有人理我 我只是你的陪衬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抢我的老公 抢我的公司 甚至抢我的孩子 所以只有你死了 我才不会活在你的阴影里 既然上次杀不了你 这一次 我就不信你还能活过来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我先针对的你允儿 我再针对你 我以为你会有一丝丝的后悔 我后悔 我道歉 那你们放过我吗 不 那现在还说咱线有什么药 叶叔 你这不能把你将会警察处理 关于我晚来一步 他看了将将会是什么好过 叶叔 我要是不能亲手处理他们几个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这孩子 跟你爹当年一样的绝 谢谢叶叔 谢个屁 我走了 注意安全 好 为什么带我来这 这是我和太太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为什么又提他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 我刚回国不久 怎么可能对这儿熟悉啊 其实咱们好聚好散 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干嘛要 恶不及敌 吴风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都到这个时候 接着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从你一开始进我家门的时候 我就有所悔 你可别忘了 咱们做了多少年的夫妻 你的举手 你的头组 你觉得 我会忘吗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还要追我 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把握 特别是 骨子里的你 和外表不一样的你 这么刺激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个这样的人 其实你一直隐藏得很好 我也一直没确认 直到你那个 丑我妹妹 一直到那个时候才确认 你一个弱女子 居然能杀了人 打保同伴 你真的当我智商这么低啊 那你为什么不接穿我 我不知道你手里掌握了 多少证据 所以 我一开始 没打算这么快动手 直到我发现 铃女娃出事了 我知道你开始有所行动了 我 啊 那一把刀 你觉得对我有用吗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有点头晕 身体发软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对你做了什么 从我开始怀疑你 我就偷偷把你的药给换了 算算时间 现在药效已经开始大作了 不过没关系 你死了之后就没有人可以怀疑 我无耻 我无耻 你也有点 孙孟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会变成真的这样啊 不过没关系 对我 不可以想 和你没关系 是 孙孟元 漂亮 勇敢 你对外是个女强人 我永远是孙孟元的老公 你公司越来越大 你对我就越来越不满 啊 十手画脚 告诉你 我是个男人 我不是你他妈的不俗品 哎呀 怎么样 自从我发现你出个以后 没有这个家庭 我什么都没说 你好好设计杀了我 我杀你 工资永远是你作坏 而你 我只是个工人 我每个月连工资都没有 就靠着你每个月施舍一点微薄的零花旗 我每个月施舍 一个月几十万 舍败 一个这个叫零花钱 你死了之后 整个天皇公司都是我的 不过 我还要感谢你 感谢你帮我除掉了林女儿和蔡芬芬两个蠢女儿 宋文元 你当天掉进河里的时候 我有没有动手啊 我没动手啊 你 哪怕你们到了警方那儿 我最多就是知情不报 我最 现在 只要你把这份遗嘱签了 我保证给你一个痛快的 你看我都是我 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后一直一日不发地留在你身 你 我没事 因为我没有证据 我要说起足够的证据才能将你神志以法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换了我的药 我根本就没有吃 你永儿风之前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蔡芬芬也在警局里 你刚才说的一切 我都录下来了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有心机的女人 既然你这种 那就别怪我无情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苏孟爷可以掉进河里 叶树童同样可以掉进悬崖之下 毕竟叶树童是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别过来 儿子 别过来 太过分了 我过分都是这个妇女人逼她 儿子 开枪 我都和她同归于尽 儿子 有什么好好说 你不要做少事放过她好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帮她 你帮我当儿子吗 我去跟他们说 让她放过了以后 人不可能放过我的 儿子 儿子 听我说 孟 你带逼我 我现在就杀了她 孟 你带逼我 我现在就杀了她 孟 孟 嗯 没事吧孟元 孟元 你别演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孟元了 妈 所以我向前 奶奶易老师 易老师奶奶我们上岁去了 奶奶跟妈妈出去有点事情 爸爸生病了在医院 我们去看他了 妈妈 妈 對他就是你們的媽媽 不信了媽媽你整容了 怎麼那麼聰明啊 你們什麼都知道呀 媽你不會怪我吧 是這麼畜生咎由自取 不過現在也挺好 他成了植物人 就不能害人了 我還可以天天看著他 我現在有你陪兩個孫子 這是最快樂的事 陪我呢 葉叔